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大师纪献林的作品 缘分和命运到底可不可信 缘分和命运本来就是两个词 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 但是仔细琢磨起来 这两个词含义极为接近 有时达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 那么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瓜相面的张铁嘴 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 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 只需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 试问普天之下 帆帮暂且不算 因为老爱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 有几万几十万 他们一生的经历 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 绝对的不一样 到尽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 只要把你最亲密的人 你的老伴或者小伴 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 年轻的夫妻之位也 同你自己相遇 一直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经过 回想一下 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 你们可能一个生在天南 一个生在海北 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 有的机遇 简直是肩不容发 稍纵即逝 可终究没有错过 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 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也同样有个机遇的问题 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 哲学上的术语 是偶然性 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者命运 这种情况谁能否认 又谁能解释呢 没有办法 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 有一座辽戴的古庙 名叫大爵寺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流泉 有三百年的玉兰树 两百年的藤萝花 是一个绝妙的地方 将近二十年前 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 当时古寺虽以破败 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今意念难忘 去年春末 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 欧阳旭 邀我们到大爵寺去剪彩 原来他下海 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 他毕竟是书生出身 念念不忘 为文化做贡献 他在大爵寺里 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 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 我大喜过望 准时到了大爵寺 此时的大爵寺 已经完全焕然一新 雕梁画洞 金碧辉煌 玉兰已经开过 而紫藤尚开 品明观察到表现 心旷神怡 浑然欲望我已 将近一年以来 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 这个英年奇遇的小伙子 怎么会到深山里 来搞这么一个茶园呢 前几天 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爵寺 去吃饭 坐在汽车上 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 他玩耳一笑 轻声说 缘分 原来在这之前 他携伙伴交友 黄昏迷路 撞到大爵寺里了 爱此地之清幽 便租了下来 嫁以装修 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 可以见大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 对人的心情影响 是不一样的 信者 圣可以做到不骄 败可以做到不哪 绝不至圣 则忘乎所以 败则怨天尤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 进人事 而听天命 首先必须进人事 否则 馅饼绝不会自己 从天上 掉到你嘴里来 但又必须听天命 人世间 波鬼云觉 因果错综 只有能做到 尽人事而听天命 一个人 才能永远保持 心情的平衡 好了 今天的文字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你相信缘分吗 你相信命运吗 不管你信与不信 人生 人生 都需努力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干什么 等你 感谢观看